有没有注意到在路上会看到这种车牌上头有一个轮椅的就是残障车牌 那么桃园线截至到今年的三月底 零有残障车牌3000cc以上的高级轿车呢 是超过了1400多辆 让人觉得说真的是这些车主都是残障人士吗 根据了牌照税法呢 身心的障碍者是可以依照了残障手册来申请残障车牌 如果本人无法驾驶者身心障碍者的家庭一户呢 也可以申请一张享有棉角牌照税 也可以停放在残障车位节省停车费 那么相关承办人员说 以人头假残障之名逃漏税无法遏止 即使抓包之后也补税了事 没有任何的罚则 让奉公守法的人实在是难以接受